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来跟我们讲座的是广州空军的医院的高级教授 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荣耀 因为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来 不是来开会 也不是来什么 我们去聊天 说一说 开心 笑一笑 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声称 他是中国爱心美与豪爽集团的代表 做这次活动是为了感恩回馈老年人 现场的火爆程度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本来他们订的只是一个酒店里面 一个餐厅作为会场 然后去的人太多了 他们在旁边再租多了一个餐厅 到后面甚至的话 连那个餐厅也做满了之后 他们底下就不让进去了 我说你想一想啊 你行不怕你老不死老不死 你老了还不死 对吗你啊 说说你那是对不对 老了还不死我们干什么 就敞受啊 就到我们敞受这来了 各位啊 我带来做敞受 说我们敞受生的老人 都能敞受 都能回馈感谢 感恩回馈 上千名老人聚会聆听健康讲座 甚至也有下跪的新闻 拜这些老人 愿做干爹干妈 各种礼物 豪爽正宗的背后 是否暗藏阴谋 这些老人 因为我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我们这种关注也是多余的 一线正在播出 亲情营销 荔枝公园位于北流市中心区域 每天大批市民在此休闲 2014年9月 在这里的很多老年人 收到了一份传单 上面就写 起头的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名称 里边的内容就是说 某某马卡公集团有限公司 要到我们北流来搞 这个爱心三举活动 传单上除了写名 是感恩活动 还在写幕位置特意标明了 活动第一天 会赠送鸡蛋等礼品 很多老年人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天上千个老人 过去停课 张大爷家就在酒店附近 13日一早 他也到了酒店 想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今天鸡蛋八个话 这一天 每位老人都如愿地拿到了十枚鸡蛋 他们对老人很热心 甚至在会场上 称赦的老年人作为干爹干妈的一样对待 甚至也有下跪的行为 拜这些老年人认作干爹干妈 活动结束后 主办方还声称 第二天再来参加活动的 会有更多的礼品送给老年人 上千名老年人聚集在一座酒店里 这引起了当地警方的关注 每天有五百到八百个老人来停课 怎么样子保持健康 怎么样子养生 先投这一两天是讲这种内容 从大概是第三天开始 他们就推出他们自己的产品了 我今天啊我要给你们带来了 一副老花眼睛 带来多少啊 带来一副粉 我们要送给一副粉的老年家 送给你 拿个两袋一袋 好不好 好 生不淡 生不淡 我们要问你们 要是哪一个人回答我的 等一下我们有受啊 大家想不想要 想不想 不要 据主办方讲 他们的礼物并有带很多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让想要眼镜的老人 拿出十元钱的成衣金 建在前以后 给你发一张卡片 拿着这卡片的 我要等一下给你送上一副眼镜 没有拿着卡片的这东西就不送了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让老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拿到眼镜后 主办方却并没有收老人的十元钱 他们说这是免费送给老人的 只是公司希望老人们支持他们的公司产品 多做宣传 随后的两天里 主办方推出了多款产品 都是当时让老人拿出成衣金 兑换的一品卡 前却并没有收取 免费送给了老人 活动结束时 主办方还声称 如果第二天老人能带钱来 他们还将赠送更好的产品 明天来的时候 再带钱来 我到时候 我带他相信我的 那么到时候 我要你回去的时候 唱的歌 跳着舞 回到家里做梦 都会笑醒的 为什么 我想到时候 就是什么 讲一就是一 讲二就是二 大家 我问你问老人家 明天 你们某一个人带150块钱来 好不好 好 带不看 带我看看 把手提起来 我看一个 一二三 我带 谢谢 9月18日 活动第五天 主办方推出了一款 680元的药酒 现场上百位老人 出钱买了酒 并领取了一张成衣卡 这次主办方承诺 第二天返还钱款 他们以这个中国爱心为 的名义 送爱心 保健康 这个讲座的形式 我们就通过民政务门 还有通过百度搜索 就发现中国没有这个机构 除了对主办方的怀疑 警方担心 这国人的行为 很可能另有目的 他们找到了 参与活动的一些老人 希望老人们 能够提高警惕 他们这些老人都是说 这个爱心为怎么怎么好 每天有东西送 因为我们的话 也是多余的 我们呢 我们这种关注也是多余的 最后的几天里 警方一直在酒店外围观察 他们具体去听讲座的时候 其实里边的产品的话 那都是正规厂家的产品 这个按我们管辖发明来讲的话 还不属于我们管辖 觉得它销售活动 在酒店内外 主办方都有专人守候 老人到来时 他们会热情欢迎 而遇到年轻人 他们却非常警觉 他发了一个会员证 有这个证 才有可能 进入他们的会场核心区 听他们的讲座 因为我们是年轻人 所以他就对我们说 你们年轻人不需要听这种讲座 你们走吧 不允许我们进入 9月19日活动第六天 花了680元购买药酒的老人 顺利领回了前一天交的680元钱 主办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销 老人们都为自己免费拿到了礼物 而非常开心 但是在距离酒店几公里外 北楼市公安局里 民警们却充满了担忧 他们很多老人 不配合我们的调查取证 在立案方面 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 在酒店活动进行的同时 警方对涉案人员的身份信息 展开了跟踪调查 他们每次讲座结束以后 他们就分成两路 到附近的两间民馆去住宿 我们摸清了这些嫌疑人的 真实的身份 酒店里的活动 一天天继续着 除了主办方 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老人们期盼着多收到礼物 警方则想知道 这场盛大活动的背后 究竟有没有什么阴谋 价钱的话 有最初的十块钱 到五十一百两百三百 一千一千五等等 不断的攀升 9月22日 活动第十天 主办方推出了他们的主打产品 用虫草马卡含片 主办方说 这款产品原价六千元一盒 因为感恩回馈 只要老人拿出一千九百五十元成一金 他们就会赠送老人一盒 并承诺第二天退钱 张大爷也买了一盒 9月23日 老人们如约来到了酒店 这次主办方并没有按承诺返回钱款 而是给老人们加赠了人参 纪念币等物品 此后这伙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4年10月8号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接到一批老人的报案 到现在为止 有70多位老人来报案了 我平时就是有的时候 头有晕晕的 所以有两高血压 他吃这个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据警方介绍 这种所谓的永虫草马卡含片 实际上只是一种糖果 这个包装这个明确标注 产品类型就是糖果 但是这个字也很小很小 他们出厂价格是100块钱左右 市场一般销售价格是在140左右 包装是按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标准来看的话 是一种过度的包装 包装的礼盒跟药品类的东西是一样的 在一些老人看来 他们虽然最后一次被骗了 但是之前他们收到很多赠品 他们还曾天真的认为 自己的赠品能够抵上最后一次被骗的钱 我们对他们所赠送的每一种物品的价值情况 进行初步的调查 连续七八天送完东西 价值要三百多十多块钱 据警方介绍 这些老人都是从最一开始贪图小便宜 最后一步步被嫌疑人洗脑 相信了嫌疑人的话 你敢卖啊 我敢送啊 我敢送啊 我们都跟他使好 那个场面真的非常的高潮地搞得我们 此外 嫌疑人还对老人实行了所谓的亲情营销 对老人体积入味的关怀 消除了老人们心里的防备 他们感觉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么热心肠的一个外人 这么关心他们的生活 打了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就感想他们是好人了 所以说什么我们的信 嫌疑人非常清楚 他们对老人的营销手段并不完美 如果被老人的子女发现 很容易被拆穿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都不希望自己在外购买保健品的行为被子女发现 据警方了解 很多报案的老人都不是第一次被骗 如果以后有病人想过 你还一定会去参加吗 那不一定 你可能因为他不许骗呢 还是有趣 作为子女的应该也要多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 经常回来跟他交流 关心他的生活 不要情绪相信保健品的功效 避免三大受骗 2014年10月24日 警方转站到广西德宝县 将继续行骗的嫌疑团伙抓获 警方抓获的十名嫌疑人 大多都是通过应聘的途径进入了该团伙 他们只是负责接获 维持秩序等表面工作 按天收取80到100不等的报酬 两名主犯与其他人位在同一宾馆 侥幸逃脱抓捕 警方对着两个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通西令 温永武广东高州人 是该团伙的主谋 负责组织策划演讲推销 陈清源广东茂名人 在该团伙里扮演空军医院的专家 秘密定手 独销团伙一举成琴 贪欲膨胀 成功伤人 因为阶下之囚 无尽的悔恨 陈龙之路却已无法回头 无法回头 一线即将播出 这是江苏省长竹警方 对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 正在实施抓捕 2014年3月份 长竹警方在征班一起吸毒案时 发现有一名绰号叫大剑的嫌疑人 在长竹当地贩卖毒品 有个叫大剑的人 在长竹 涉嫌贩毒 数量比较大 下家有不少 经进一步侦查 警方发现 这个大剑仅仅是底层负责毒品分销的马仔 它的上限才有可能是这个贩毒网络的重要人物 几天后 侦查员发现了他的上限 一名叫刘文晓的男子 然而刘文晓的毒品似乎也另有来源 嫌疑人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贩毒网络 所以我们决定了把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禁营 进行侦查 我们领导对这种案件也相当重视 那么成立了专案组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 侦查过程应该是也是比较细致 不放过一些做事马迹了 随着警方侦查的深入 这个贩毒网络的面目渐渐浮出水面 主要嫌疑人有三名 三名嫌疑人都是谁 三名犯罪嫌疑人就叫 一个叫邓仁兴 还有一个叫林祥赫 还有一个叫刘文晓 这三个人中 刘文晓和林祥赫都是邓仁兴的马仔 而邓仁兴则是这个贩毒团伙的核心人物 邓仁兴的公开身份 则是长出当地一名经营红木生意的商人 生意做的还比较成功 当时发现这个三个人为主的一个贩毒团伙 他们的活动量还是比较大 贩卖毒品的频率也比较高 他们就是从广东进货 数量都是在公斤以上 而且他们出货的速度非常快 可能三天五天就没有了 就是说他们的下架众多 而且是发货的速度非常快 等人心等人经营的是一条从广东东莞到江苏常熟的毒品线 为了将毒品安全运回常熟 他们设计了多种运毒途径 他们有的是自己 比如说雇了马仔 坐大巴过来 或者是有的是通过快递 这样一些形式 物流 从广东那边把毒品寄到常熟 这样就是避免降低这样一个生活的风险 2014年11月初 警方发现 当人心正在筹划一次新的贩毒行动 而林祥赫和刘文桥将一同前往 显然这是一次对这个贩毒团伙实施抓捕的好机会 到了10月初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掌握了 怎么呢 就是他们又准备去广东省进货 于是等等人心等人从常熟出发后 侦察员就对其展开了秘密跟踪 因为黑色的帕上台 大栋车 他们也就是车速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种反侦察手段 也是在看 也是在观察 有没有人跟踪 就在一路侦察员 每随邓人心等嫌疑人 前往东莞的时候 常驻警方又获得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消息 而这条消息 让后方指挥部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 他们还向广东上架呢 这个提出要购买枪支 常熟进度啊 就是 获取了这样一个情报以后啊 马上就是向我们十局警督支队 这个十局刑警支队 包括十局的这个特警支队 指挥中心都进行了汇报 说是进度支队 说是先前支队 但侦察部门 先后到我们场所来 把这个方案证实做扎实 嫌疑人将购买枪支的消息 无疑大大增加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危险性 为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 警方进行了周密布置 一张大网在嫌疑人返回常熟的必经之路上 悄然张开 2014年11月20日 邓仁心等人在东莞和上家顺利完成交易 拿到毒品后 他们选择将毒品放在车上带回常熟 接获情报后 专案组兵分两路 一路侦察员负责在邓仁心等人 驾车返回常熟途中 对他们进行跟踪 保证他们不会在半途逃脱 另外一路 则在苏州某高速收费站出口设服 计划在犯罪嫌疑人到达关卡时 对嫌疑人进行抓捕 我们当时出动了也要一百多个警力 这一次上我们特警 刑警 禁毒 所有警统切不上 在嫌疑车辆从东莞向常熟一路飞驰着同时 在苏州某高速收费站出口 警方的抓捕人员已全部到位 大家都全服武装 因为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有枪 这样一个抓捕的风险是很大的 在苏州某高速收费站出口 在苏州某高速收费站出口 赢得达简内多防影响 都没有最多给予勒人的 稳辑人为两家面 继续收费 addicted to Pele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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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人基本上没有聚餐 因为我们的方案比较注意 工作起来也比较隐蔽 当时缴获了毒品有6公斤 仿利是手枪一支子弹八发 邓仁钦 37岁 湖北人 这样一名生意还比较成功的商人 为何会走上贩卖毒品的道路呢 非常好感 反正自己做起来的生意也挺好的 不应该专到这种东西 专到这种东西 不许说不管是害了自己 还有害了家人 主要是高额的利润 对他们的吸引 但是他贩卖毒品的利润 就直白非直白非的上去 关键是一个利润的一个驱使 就导致他们去做 原来邓仁钦先是沾染了毒瘾 后来才逐步从一名吸毒人员 发展成为贩毒团伙的头目 他被警方抓获时 女儿刚刚讲声 看着女儿的照片 邓仁钦兴充充满了懊悔 这些孩子出生 不光没有陪在院上 人到现在都没有亲手抱过他 你说这个当初心的还是父亲 对不起孩子 孩子不让母亲 本案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刘文晓 今年只有32岁 是邓仁钦的马仔 之前在洗浴中心工作 2013年 和朋友的一次聚会中 他第一次接触到毒品 就尝试嘛 好奇嘛 一次偶然的尝试 就让刘文晓从此沾染上了毒瘾 难以自拔 而吸毒后 靠他的洗浴中心的收入 已远远不能满足其 日渐高昂的吸毒费用 于是他想到了一条来钱的路子 这年比较快吧 这里面的利润大得不得了 可能要犯几倍 所以他会停好着险 就这个原因 于是刘文晓很快有了 第一次贩毒之行 那时候自己买过来吃 然后后来完全有朋友 知道有地方去拿吧 然后就第一次跟人家过去吧 跟朋友过去的 嗯 去哪拿货呢 你们 去广东 那你怎么知道广东那里有货呀 朋友带过去的 第一次贩毒成功后 看着成捆的钞票 刘文晓愈发难以克制内心的贪欲和贫乏的毒瘾 在以贩氧气的路上越走越远 并最终与邓仁欣等人沆瀣一气 逐步发展成为常熟当地主要的贩毒团伙 一方面呢 他们是在吸这个毒品 那么他做了这个生意之后呢 他一方面他保证自己的吸 没问题 第二个呢 他通过这个买毒品赚钱 因为这个钱来得快 也不要付出体力劳动之类的 对吧 就是好吃懒做吧 可以说这帮人 竟然走到这条路了 是吧 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 就是说 出去外面反正发展的心肯定是有的 对吧 你说 还不害怕吗 害怕就不走 害怕我也不会跑过去了 有本小说 自己原本兄弟二人 后来弟弟因病去世 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孩子 现在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正是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 可惜这个愿望现在看来 可能已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了 虚度嘛 只能说能让一个人沉沦下去吧 心虚嘛 如果面对父母嘛 怎么说呢 就愧疚吧 愧疚 据常熟警方介绍 目前国际国内涉毒因素复杂性不断加剧 合成毒品制作工艺不断改进 毒品犯罪手法层出不穷 这也给公安部门的禁毒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来说 必须认识这个新常态 同时我们要深意这个新常态 深意新常态 就是我们用新常态的这样一种思路 用新的方法 新的思路来对付这个犯罪 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